一年就一把的中刀皇子啊 看到就是赚到了 经典残剑三红啊 感觉耗着阿卡丽耗不过啊 算是最强的一批英雄之一了吧 这皇子兑现能力不厉害的 以前就是因为兑现能力太弱了 所以只能打野了 早几年的时候还有偶尔有打什么上的 冰雪的飞机啊 冰雪的两架飞机啊 冰雪的三连飞啊 电鞋没打出他 被他拉扯了这波 那把Q交了就可以杀了 打个电鞋走 他两极没丢技的啊 我不知道他学W还是E的 都有可能 但是学E的我这波可以秒他 你看他就加征服者血 就慢慢回復上了 打野是破烂丸子吧 地狱半血EQA点蓝就可以秒他了 但是我觉得他旁边有打野在 但是我觉得他旁边有打野在 可是他死了 你看这点比较烦 他丢个W就直接走 他这个对线耐性能力又非常的强 他这个对线耐性能力又非常的强 你看这点比较烦 一样打第二个EQ就好了 这环子的EQ比想象中的要远一点的 就是极限的位置的话只有挑飞 没有伤害这样子 直接回家了 这样的话他这波线进去了 等于死两次啊 他这波线是有炮车在的 他没鹦鹉弹了 这波可以杀的 把线再卡一下 黄子打线上想杀人必须得卡线 先拉长就好打 这种情况下他即便他不来的话也没事 我们控线他亏兵 不让他吃兵他一样要死 就是我感觉他换线了 你看 怎么打二个E很难打 现在这些英雄都是对线老强的 打野可以来抓的 这都以56点护甲 估计要一拉我了 拉不拉我 直接想走他卡输出吧 这我都死了 那我没办法 打这种对线只能直接给他秒 这卡刚才好像没打到他 差一点点 赶紧把塔皮给他吃一趟 赶紧把塔皮给他吃一趟 星石的钱够了 这个E呢 鞋子加星石 待会再转这个CD鞋就好了 直接秒能就行了 当刺客来打 好 你拿著躲他E就得其他下一個E 被噁心死了這樣子 被他拍死了 為什麼讓他躲 有E他 直接塔下把他控制就可以了 殺不了了現在 裝備有差距了 往上走幹嘛呢 這場的話應該是帶來一件穿腳 有點燃直接給他秒了 早就該來抓他了 這東西兌現很噁心的 特別是打近讓 這野駛又炸了這樣子 他怎麼老想跟他打呢 他前面一波能打過是因為我有在啊 換一個好 這傷害還是可以打脆皮挺快的 這個二樓一買九頭石 待會兒帶個點燃給他秒 他的裝備的話兩個人可以秒他的 一個人的話估計會差一點點 來個暗影擴建 估計能掃出很多錢了 對面這個AD沒閃可以直接給他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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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啊 再給他秒 直接定住直接秒 可以了我感覺是回家專備更新 我可以當秒他 這波有BUD 他們打野估計要來 我這邊等一下 我感覺我走了 這邊打野來了我們打野又要死 回家這要賣了 直接買個野人三窗了這樣 1-1的護甲我有大的來來來可以秒 我這波少個點了 隊友隨便把我補個兩三百點傷害就可以了 我可以救你 我可以救你 把龙拉了吧 我没打野刀的 这个龙我感觉先不能打 出这些装备的话鸟轮就不需要大 再有这个 电行家薪水的情况 来可以杀了 唯一射起来 等一下等一下 这个血口没有 三大还在家里 杀这个恶雷1得买个红青鱼了 打这个恶雷1就要快 姐姐给他秒了 你不给他秒了他血就吸起来了 往右边拉我可以杀回来 给W 给W 龙要我来 龙要我来开 到底谁是打野子 画个点蓝就好了 我要救他 先退一下 先退一下 技能没好 我可以上来 直接给他秒了 打开那就先退一下 有点恶心说实话 有点恶心说实话 再来 两次变成了他还是的 这套初中的环子伤害特别的爆炸 买个CD鞋的话 这CD勉强够用 无论那一套伤害不够的 虽然有CD伤害不够 打不动前排 有新石的话就能打到前排 有百分比 伤害加百分比穿甲 而且还有个盾 能提升我们的龙错率 300的盾 跟买了一根腰带一样 打这种脆皮英雄 EQ一刀就死 一刀没死 再补一刀就好了 这的话新石配红青鱼 加我们的被动 打漏非常痛 这新石6% 我们被动8% 我们记得好像是显示错误 之前测试过好像 还是8% 他的文本没改回来了 他直接给他秒了 打得很痛 我把红金鱼很强 高穿甲 加入外伤害 这有一点 以前打 环子那个味道了 但是对线能力比以前差太多了 现在对线赖皮的英雄太多了 环子本来就不是一个 对线厉害的英雄 是拿龙吧 是一波不了 比较这个青鱼配新石太好用了 就是以前的大青鱼的伤害 没大青鱼 以前只有一个青鱼 以前那个最后的青鱼 我忘了是加多少 穿着加40吧 40还是35 反正加的 我记得加的蛮多 而且还很便宜 只要2000多 3000不到一点 这电行超过时间了 这样子 一般来讲 你这个电行 一分钟能打100点 就已经很夸张了 我们现在这装备买了 就跟 以前最开始的青鱼 是一样的 看到没有 这45% 在58固定 我们Q的还没算呢 这Q的话 在减26的话 哪怕是加一半的话 有60 如果Q到他的话 对面直接掉60%的护甲 在EQ猛狼充击 再加个60点 挺好的 他跑了 跟你们说话去了 这套穿甲的话 直接可以Q到人 可以160以下 都差不多等于0 这个恶劣11才180 这就是为什么 刚才看了能直接 给他秒了的原因 这个防备其实RA那个金融师就没了 大龙吧 这个地方不好打 只要给他控到死了 那实相鬼开不出来就好了 这波巨压打了509还可以 这把电源伤害高得有点夸张 巨人杀手应该也有夹子的伤害 如果没有电磊的伤害不够 这把电磊撒到 怎么个电磊打好 給我Q加工型 先把龍拉了吧 這邊要龍魂 可以拉一下 他要追的 他沒霍甲了 如果可以殺到我有點藍 有點藍就兜個底 再Q壓卡 這樣他就死了 一定要有這個點藍有大的 剛剛好一套給他秒了 這出雙挺合理的 可以秒坦克 他也神裝的 我也神裝一樣的 還是有點難 這打野太混了吧 找到你不應該我打這麼高的傷害 我跟你說 感覺可以換一件裝備了 可以把這個 暗影擴建 換那個 但是CD太少了 這樣子 不能換 把巨壓給他換了 巨壓換這個收集者 賭一波人品 直接爆的話就把他爆死 事實的爆機率 概率還是蠻高的 這個暗影擴建不能改 我們需要切了 所以這個視野不能被發現知道吧 你被看到的情況下 你很難切到你想切的目標 主要是他還給我們提供師傅點激素 能集合這波可以秒他 可惜了我挑飛沒給他挑起來 這樣的話就得等一個大路 兩刀 剛好給他秒 下路兵英快互火了 先不打這個大路 別給了1秒了 可惜 感覺猜不了 這樣 這火最好打傷害的 其實是這個千局 他的射程有650 是個極速的 你看我不在他又得死了 我都救了他多少虧了 我總感覺這個傷害哪裡有不對 暴的那一下打的比想像中的高很多 我不知道是这个巨人杀手有加强所有伤害 还是说被动能暴击怎么样 我要玩兔了真的不行 我得换把无尽了 不然我觉得伤害不够 无尽的话买完一速又不够 得再改一件装备 再改个幽梦 这样才能打 这种时候非常时候就得行非常手段 先用EQ直接把这个锅甲打出来 再切他们AD 然后再Q回去调两个 这样就可以赢 这样的话即便他有水龙魂的话 我们多一件装备 而且还是暴击 伤害的话反而更高一点 原来打金可是没暴击啊 暴击的话一刀应该直接秒了 反而他两刀 打了6700的电影 这把伤害应该比较夸张一点 打了87000 我以为这个签决挺混的 没想到这个AD也挺混的 结算一下 最后没点关注机都可以点一下吧 下次想看的时候就不会找不到了 右手左手提交 没点关注机都可以点一下